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門徒公義》第27集 今集有我Eric,還有我的嘉賓主持 你好 你好 今集我們Harry有事 所以換了嘉賓主持 和我一起主持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今集說什麼呢 我們今集說城鎮礦堂 是的,城鎮礦堂也說了一段時間 我們也有跟進過我們的專業 就在6月底 播出那段時間就是7月4日 應該就是這個期限 什麼期限呢 就是城鎮的執事會 將會在6月底決定 如果6月底籌不夠11億的話 他們就考慮放棄這個換地重建這個項目 是的,他們想著跟政府換地 接著拆堂再給家戶 是,可能給大家一點背景 資料 話說政府就是 修眾九龍城 藥信會的立地 當然九龍城的地 買少許建小 這麼大的 政府當然想收回來 賣地發展商賺一筆大錢 那怎麼可以搬走它呢 那就是用一塊 叫李東道的地方 就跟它交換了現在這塊 東尼道 所以是 跟東尼道台交換了現在這塊地 那當然政府會補錢給九龍城鎮信會 那所以現在九龍城鎮信會 就是一個誘恩 就想這個換地了 那當然它說到 不是說因為政府給錢它換地的 是說到很寬敏堂 那裏可以大地大一點 重建一構大一點 那就可以做多些工作了 那當然是 作為牧者或者這個執事會 有大一點的地方 可以容納多些人去敬拜 那當然是馬上有反應 是 但是這個九龍城鎮信會 自己的會友 就都看到 有些會友 看到有問題 就是說這樣換地 由當初的造價 由當初的10億 現在變成20億 那給很多人搶自己的會友 或者教會 很多人都質疑 他需不需要有20億來 建一間教會 20億可以做很多洗衣服務 那是啊 20億是絕對一個很大很大的數目 那總管其實浸信會聯會 或者其他教會都其實 他們投資了很多錢 去不同的福利機構 或者自己做一些的 這方面的 那結果如果20億不去幫忙 去做這些 其實會更加祝福更加多的香港市民 是的 那這個我們就找到這個成針 他自己會有 就是建一個專業 或者Facebook 就叫做 成針20億拆行 抗行健行 知多少 那裏面就提到 他們的看法 或者講一講給大家聽 是的 其中的看法就是 有人說 多少有名的慈善機構 都有賴掃的情況 如果有一些假金主 就是可能不知道跟政府有沒有合謀 就搭行來欺騙一些家務 執事會 就說捐多少錢 幾億啊 十億八億支持 接著就引了教會 跟政府簽了這個換地條款 接著就是換地條款是什麼呢 就是拆行 去東利道重建 那如果簽了之後 萬一那些金主縮沙的話 那就會兩頭不多 政府到期收回你的地 接著你去到東利道的地 又不夠淺起 那結果就是 令到所有會友都 就是劉維薩索 沒有了一塊地坊去聚會了 那到時可能還牽涉到 很多合約的賠償 那這個難尾的費用 就可能要會友來分擔 就是人人都 就是人人都要上山無一行面了 很認同這個觀念 因為拆了個堂 其實難聽的角落 他不會找到第二個地方 可以給到幾千人去聚會 那所以變成一旦這件事是發生了 那成績是完全不可能有一個地方 讓他們去聚會 是的 到時又真的 真的不散了 是的 散了 是的 就算這件事 就是有一些成績的會友 都向我們透露 我們之前也有 我們的專業的簡介 都有說過的 就是有成績的會友 在會友大股上 問一些價值和執事 這件事發展到現在 已經有五百至六百 甚至上千的會友 和友誼會友 什麼叫友誼會友 就是有會席 但是可能沒有回來的會友 就用腳來投票 反對抗堂而離開教會 就問一些執事 為什麼今天會友 大家都沒有排及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接著我就查了 究竟走了五六百個 會友多還是不多 根據我找到一個資料 就是2015年的4月 有一個統計 就說成績的行上 十八人數 就大約五千人 那如果聽眾式 計數 深水清的話 就算到了 即是最少走十分一的會友 即是教會走十分一的會友 來反對一件事 那即可見這件事的嚴重性 好嗎 是啊 因為譬如我自己在堂會 一百幾十天 那走十分一 那可能走兩三個家庭 那未必這麼起 但現在那五千人走到五六百人 那這個就不是細數 那變成他們一定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是的 如果他們不正視這個問題 繼續去 現在暫時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未收到有什麼最新的更新的資訊 估計他們都是未正式去確認 擱置這個換地計劃的 那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情況 那又籌不夠錢 但是呢 又想和政府換地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 就是有得 那些會友繼續走 就 執事和教育 就繼續去找金主 這樣來拖拖一下 拖到 如果有一天突然夠錢的話 就 假借 會友的名義去 和政府簽約 因為我都找了一些資料 其實他們的會章 就很有趣的 就沒有說 會友大會 所以要有多少人呢 才夠法律人數 可以去投票 決定那些重大的事項 那就是換言之呢 他們找一班 就是自己有 可能就 神神秘秘 沒有什麼宣傳 就開了一個會友大會 接著投票通過了 那就代表 就是說 教會是拿到會友的同意 那就和政府簽約了 接著到可能簽約之後 接著其他沒有去開會友大會 會友才知道 那就已經反對無效了 是啊 那些是被投票 甚至連自己 就是 同一個 教會變得那麼多 那麼大 他們都完全不知道 那其實是 我相信他們會覺得很無奈 是啊 那到時我想 不只可以簽約會友 這個 這個對教會的傷害都非常大 是啊 到時他就算有錢 有訂去建一個新的教會 都應該沒有什麼人進去崇拜 是啊 我們就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 那我們都會繼續關注這件事 那我們就可能要繼續去跟進 我們確實在上頭的頭部考問一下 是否一定要承лет的門呢 達地來 後來公ケ一些大些別的教會 算能够 就是 看似他們做到的福音市公呢 即是我覺得 那麼 kto veel 上頭你 knock 我想站在教育的立场来说 当然要有一个更大的教会 更加多人才会有一个感觉 我很努力上帝会更加越纳 将来去到天下有更加多的东西 可能他们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如果有一间更加漂亮的教会 更加装修和豪华一些 可以吸引到一些区内或者区外的人 来参加教会 教会就可以接触多些群体 有更多的机会和我们传福音 但其实可能他们没有看醒 最初教会其实都不是很欢迎和很漂亮 但其实可能残残旧旧 香港其实我所认识的 都有很多教会其实不是坐房式的 就是不可以承择坐房式的 有些甚至在一些厨宅或者工厂 就这样租一层就来做一间教会 就是装修都是一般 又不算很漂亮 但其实一样可以做到教会的公民 或者一样可以服务到当区的居民 是的 因为本身传福音有很多种方法 那不一定要扩大堂子或者要在老公面和我 这样才能吸引到人 其实很多时候现在的非基督徒 更加会看着基督徒如何做基督徒 如果他们做得好 那就自然会吸引到人去翻译会议 所以要在一个建筑 是的 可能现在的方向 我觉得有些看错了 已经跟当初成立初期教会的目的 还有那个做法已经是有很大的出入 如果香港教会当然不是那间间有那么条件去做 但是其实一个趋势就是增相这样来做 那间间教会都觉得要抗拓 要装修好一点才可以吸引到人来 接着他们才可以人数增长 又是那个问题 教会一间教会有质素 是要他们的信徒的生命 还是有质素 还是要人多才叫做成功 人只不过是一个数量 人多不代表有质素 我们 就是我自己在堂会 一百个人 每次侍奉都二十人以上 那变成我觉得我教会是有质素 但是几千人堂会 其实可能做事的 有没有几百人 没有几百人 听过是 就是那些 有几十的 很多岗位的 我相信有几百人的 就是那些私事有几堂崇拜得多 当然那些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岗位 我相信其实人多人少都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是究竟他们的信在这一教会里面 究竟是接触到的信仰是贴近这个基督教应有的信仰 一定是已经是变了一个很功能性了 就是教会有计划呼吁一些会友去一起参与的 就是参与了就叫做好一件事 那就叫做有好事 其实未必是 反而你可能要出名到他们的生命的质素 就是他要贴近到这个信仰 而他在生活行不出来 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更加好的见证 我相信你所说的其实就是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我相信一些未少的朋友看到他身边的基督徒 是做一个活出生命的见证 就怎样都好 因为原来你去那一家教会很大很漂亮的 那我都跟你回来看看 究竟有多漂亮呢 那这些可能有些人比我区培心重 那这些可能有些人比我区培心重 就可能我跟你说 我是不知道什么街的教会 可能大家听都没听过 但如果我说我某某教会 我几千人聚会 那就立刻提升我的身家 是啊 就是我们就千万不要跌入这些 这样的所谓的迷思里面 那所以呢 又乘机宣传一下 我们今集的第三节呢 就有我们的特别节目 这个神学DIY 请大家密切留意 千万不要走开 那我们这节时间差不多了 或者我们下一节回来 我们再讲讲其他我们关系的和行� 拜拜 请大家订阅一下